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试换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吃菠萝要占盐水? 今天从水果店里,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又大又香的菠萝。 菠萝浓郁扑鼻的香气,金黄多鸡的果肉,让人一看就口水流下三千起呢。 我立刻用刀切下一块,刚刚要吃的时候啊,妈妈立刻阻止了我,说,先别吃哦,要把菠萝切成片,蘸一些盐水,最后再吃。 我听了妈妈的话,迷惑不解的问,挺甜的菠萝,要是蘸上盐水,不会变咸吧?这种方法科学吗? 其实啊,菠萝又叫凤梨,是有名的热带水果,它的老家原来在美洲的巴西,以后啊,逐渐扩展到美洲中部和南部。 我国呢,是从十七世纪开始饮种栽培的。 菠萝果肉是金黄色的,水分多,含有丰富的营养。 菠萝成熟后,果肉除了含有丰富的糖和维生素C外,还含有一些苹果酸、柠檬酸等基酸,特别是菠萝中还含有一种菠萝酶的物质。 这种酶能分解蛋白质,每当吃菠萝后,口腔和嘴唇就会有一种麻木刺痛的感觉,这就是菠萝酶在起作用。 食盐能抑制菠萝酶的活力,因此啊,当我们吃新鲜菠萝的时候, 最好先用盐水泡上一段时间,就可以依据菠萝酶对我们口腔黏膜和嘴唇的刺激,同时也会感到菠萝更加香甜了。